來看到以哈衝突影響海運 由伊朗支持的夜門叛軍青年運動 二十三號又以四架無人機 朝在鴻海的外籍郵輪進行攻擊 被美國驅逐艦拉布恩號擊落 同一天的印度西部海域 又掛賴比瑞亞國旗的 以色列附屬郵輪被無人機攻擊 這也是在鴻海海域之外 第一次有其他海域的 以色列相關船隻遭到攻擊 霍倫穿過蘇伊士運河 在鴻海上航行 以哈衝突嚴重影響海運 儘管各國海運公司已經減少 必須經過鴻海的運輸路線 但二十三號由伊朗支持的 夜門叛軍青年運動 又用四架無人機朝在鴻海 南部海域的兩艘郵輪進行攻擊 最後被巡邏中的 美國海軍驅逐艦拉布恩號擊落 受到攻擊的郵輪 一艘懸掛挪威國旗 差一點被無人機擊中 而另一艘懸掛印度國旗的郵輪 則是已經被無人機擊中 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同一天在印度西部 國加拉特邦的韋拉瓦爾 約兩百公里遠的海域 也有懸掛賴比瑞亞國旗的郵輪 因為是以色列的附屬郵輪 在運緣由從沙烏地阿拉伯 開往印度時遭受到攻擊 儘管船體受損起火還不分淨水 但火勢很快的撲滅沒有人員傷亡 美國分析過去青年運動對紅海船隻 進行的無人機跟飛彈攻擊 以及戰術情資等 疑似得有支持青年運動的伊朗參與 但第一次由以色列相關船隻 在紅海以外的海域遭受攻擊 認為這次在印度海域的郵輪 所遭受的攻擊 是來自伊朗發射的自殺無人機 但伊朗政府否認參與任何攻擊 我們跟美國說過 他們提供自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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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不仍然跟他們 只要提供他們 只要提供他們 只要提供你們的問題 讓你們委託你們 目前印度海軍已經出動 一架軍機 確保船隻跟船員的安全 也派出軍艦提供郵輪援助 預計會在海上停留維修之後 由印度海軍護送到蒙格洛爾港 國人新聞陳盛秉